拍的位置很危險 在脊椎的位置 我不知道為什麼拍隔紅碎 可以這麼大力 監視器拍下才七個月大的孩子 一次又一次重摔 完全沒有人扶 讓家長認不住紅眼筐 小孩子重摔後腦槽 為什麼你們沒有人去扶 我沒有去制止 讓小孩子再摔第二次 真的我看到別的小孩子 這樣子的時候 我跟我妹在那邊 當場眼淚都滴下來了 然後我們就問她說 你這樣的行為是正常的嗎 家長路控 因為統一三小時才換一次尿布 孩子們一個個臀部紅腫 甚至感染 我們連續換了兩三三四個品牌 然後她的尿布整就是都沒有好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就是被隔離在教室的角落 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都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老師 經過她或者是去關心她怎麼樣 忍受不住了 然後老師才把她抱出來 然後才去睡午覺 更扯的是拖嬰中心的老闆 還經營幼兒園 也有家長發現孩子被重摔 小朋友這樣子提起來 然後他們的幼稚園的椅子是木頭的 他就這樣子把他提起來之後 蹲跌椅啊頂鼓 他去幼稚園前三天都半夜爬起來哭 然後都會一直說不要不要這樣子 家長說他們在三月份掉檢視器 發現不對勁 向社會局檢舉 卻遲遲沒有下文 在議員的召集下 集體出面控訴 總算有了答案 確實有照顧不上的地方 我們真的對大家都很抱歉 那拖嬰中心一定會努力改進跟改善 社會局決定依照兒權法 將拖嬰中心四名保育人員 依不當管教 各裁罰六萬元 拖嬰中心勒令停業三個月 所有資料移送檢調調查 而社會局也會利用一個月的時間 輔導業者 把拖嬰中心內三十五名嬰兒 轉拖其他保姆或託育機構 TVBS新聞顧守昌 檀檀報導